气象局表示受到东北风增强的影响 周一东半部有短暂的震雨 周二东北风减弱气温回升 但因封面东半部天气不稳定 仍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直到周五气温又持续的升高 到了周六又会有新的一波封面通过带来水气 提醒民众出门要记得攜带雨具 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 因为东北风增强关系 周一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 24号周二开始东北风减弱 气温逐渐回升到周五 不过阴封面东半部天气不稳定 仍会有局部短暂雨发生 高温会来到28度左右 明天白天开始我们这边降雨可能就趋缓 然后还是可能有些局部地方受 因为地形的影响阴封面的地方 会有些局部短暂震雨 然后明天温度大概也会回升 所以降雨今天跟明天的影响 大概就是两天 然后雨不是很大 然后温度下降基本上也没有说下降很多 还是算蛮舒适的 高温降了一点点 然后中间大概到27号28号之间 大概都是好天气 所以我们基本上在24号到26号 27号的期间 天气都还算不错 不过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些微弱 东风跟东北风下来 所以基本上还在局部的地方 迎封面的地方 还是会有一些雨 不过雨看起来啦 是可能就是早晚时间在下 所以白天大概天气都还蛮舒适的 不过早晚下就可能比较讨厌的 就是你上下班的时候 可能会碰到一些雨的情形 然后到27号 27号28号又有一波封面 会影响到花莲 所以28号那一波封面 看起来会比较强一点点 但是影响并不是很大 雨看起来不是很大 但是温度好像降了 看起来温度下降的幅度 会比较大一点点 所以还是早出晚归的时候 你就是要注意一下保暖 然后如果你清早早上出门 或是晚上回家的时候 看起来白天早晚下雨的几率比较高 所以就是出门 就记得攜带雨具 周六封面通过影响 云量多高温也下降 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震雨 周日东北季风增强 早晚都有明显良意 提醒有计划安排出油或扫墓的民众 除了做好自身防疫措施 记得适时增添衣物并攜带雨具 记者长邦彦华林市报导